纽约九肖天琴队队长C Bielp取次报决娱乐 记者陈耀宗外电报导 斗阵特工正逐渐扩大电竞品牌以及职业电竞选手在传统体育圈的知名度 日前斗阵特工职业电竞联赛首季第二赛起斧落幕 有连两次闯竞技中决赛的纽约九肖天琴队拿下冠军队长C Bielp 更是受邀担任同一城市另一项职业运动MLB纽约大都会队的开球嘉宾 可说是十分荣幸 纽约九肖天琴队刚拿下OWL第二阶段赛起冠军取次报决娱乐 根据Invent报道 纽约九肖天琴队队长C Bielp将在4月2日为纽约大都会主场开球 这次开球有着十分特别的意义 过往名声卓越的南韩人担任MLB开球嘉宾并非手招 但由南韩职业电竞选手开球可说是头一招 这也代表电竞选手在职业赛场的卓越表现已经为传统体育竞技所关注 当然这也跟OWL主打以城市为根基的连赛模式有关 纽约九肖天琴队势力在富有英球文化的纽约不管是纽约阳基队或是纽约尼克队都有一段让支持该队伍粉丝骄傲与荣耀的时刻 而纽约九肖天琴队连两阶段都打出九胜一败成绩同样耸立在联赛顶端 不只是OWL以英雄联盟来说今年北美赛区就不乏传统职业 球团投资购入电竞队伍如修士顿火箭与荆州勇士 两支球团还更是邀请两种不同竞技的职业选手相见欢 也可看出电竞慢慢受到传统体育竞技的重视 LOL队伍GoldenGuardians与荆州勇士队球星Kevin Rearant等人会面 取自GoldenGuardiansInstagram LOL队伍ClutchGaming与修士顿火箭队队队球星James Harden等人会面 取自ClutchGamingInstagram